DG分析,今天想集中和大家討論一些香港人滯留在武漢的情況 其實在武漢現在約有二千名香港人散落在三十多個城市 他們很多超過一千宗的個案已經和香港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駐武漢辦聯繫過 他們的求助的內容多數都是一些藥物和醫療需要 駐漢辦方面已經和衛生署取得一個協調 希望幫這些駐武漢的香港人找一些藥物 透過他們的親友或者私家的執業醫生 拿到之後盡快希望送到武漢給香港人滯留 其實這個做法我覺得幾奇怪 因為這二千人其實不是今天才留落在武漢 他們在武漢都超過了我想都接近了半個月的時間 究竟特區政府是不是這半個月以來都未想到一個方法 是怎樣幫他們離開這個湖北呢 當然其實之前有一些說法就說 可能他們離開湖北武漢一帶是會對他們構成一些危險的 但是我想從幾方面去看呢我覺得盡快接他們回香港 在情在理在一個社會公義上都是很合理的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其實除非特區政府有一個很強烈的理由 是支持他們的說法就是在這個時候送這二千個香港人回來 香港是有一個極大的衛生風險 而這個衛生風險呢是比現在現有的香港的入境政策 是更加嚴重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香港仍然是被內地和一些滯留在內地的港人回來香港的 只不過那個通關的數量是大幅減少的 但是其實他們坐飛機仍然內地人也好或者香港人也好 他們只要是接受這個十四天的檢疫安排 其實他們是可以自行回來的 但是呢其實因為現在武漢是封了城 這個湖北是封了城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 其他的外國的國家好像英國、美國、日本等等 都已經是有一些撤僑行動 而為什麼他們要撤僑在武漢撤僑在湖北撤僑呢 就是因為正正這個地方那個的疫情是最嚴重的 所以特區政府如果你說因為運送他們下來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隱患風險 其實我覺得一定要講得很清楚 要解釋得很有理據 去說服公眾 因為事實上這二千人本身都是香港人來的 而且他們現在是處於一個最危險的境地上面 特區政府是不是真的送了一些藥上去 或者給一些經濟支援他們在上面 那是足夠呢 我覺得這個絕對就不足夠 因為就看回其實昨天鏗槍集裡面 都訪問了一些內地的港人 他們在武漢那個情況 有一些已經吃了很多餐杯麵 也都出不了街 那這一種狀態呢 其實不單止是令到他們身體上面 有一個受病毒感染的風險 在心理上這種不確定性 和身處於一個所謂的疫情風環當中 對他們的心理壓力也都非常之大 而且究竟他們本身的經濟能力 是否還可以在那裡撐下去呢 有部份其實在那裡只不過是暫借一些親友的地方住 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人生路不熟 講得難聽一點就是人離鄉戰 究竟特區政府這一刻 說不告訴香港人 就是怎樣救回這二千個香港人 從武漢湖北那裡回來呢 我個人就覺得其實如果這二千個香港人 如果他們本身是願意的話 特區政府就應該提供一個盡快 給他們回來香港的途徑 而且講的其實在這局的隔離設施上面 其實現在香港就算你說很多地區人士反對都好 我想其實如果你說這次這件事 真是要運送一些武漢的港人回來香港呢 其實我覺得在在情在理上面 對於香港特區政府找一些隔離的設施 就算是比較近民居都好 我相信他們都對於說服這些隔離的居民 其實都是一個很強的理據來的 因為這些都是香港人來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特區政府不應該在現階段 仍然覺得他們只要盡快提供到藥物 或者一些援助支援給他們就足夠 反而我覺得應該從這一刻開始 就是盡快去想個方法去救回這幫香港人回來 確實我想二千個香港人不是一個小數目 我也都理解如果是要二千個香港人回來 其實是需要一些很多的部署工作 但是我想特區政府不可能把責任 是好像口罩一樣靠民間各自去找去派去送 這樣就可以處理到 因為在武漢的香港人 他們真是在現階段來說 本身如果沒有香港政府的協助 他們就算踏出武漢湖北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想香港政府是不能夠不出手 而且在近年香港政府多次提及 譬如到內地養老或者香港年青人 參與這個大灣區建設 如果這次這件事 二千個香港人在武漢滯漏 不得到一個原本的解決的話 其實我覺得在未來 特區政府推動兩地融合這些政策 只會是事倍功半 今天跟大家聊到這裡